我在朋友圈里放上我自己的旅行照片 然后他们就说 你的生活是我的梦 这句话我听了有一万多遍 然后我现在已经免疫了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这是Y脑全新制作的podcast节目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你好你好 刚回国是吗 您在哪个城市 我在西安 那您那边现在几点 早上九点半 然后您能先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我不是很擅长讲话 但是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 我四十九岁了 七五年的 今年在佛罗伦萨美院 读研二 平时是教画画维生 还有再教点英语 应该是1995年上的大学 1996年上的大学 我学桥梁工程 在内蒙古工作了有半年 然后我觉得那个地方比较窒息 然后我又跳槽到中国路桥 去安徽工作了有五六年 后来因为小孩出生 我就回西安了 在一个学校里教英语 我们学校隔壁就是西安美院 我就想这些学生每天出来进去背个画夹子好酷啊 我就跑进去也考了一个成人高考进去的 但是我考进去以后也没好好念 因为我不大喜欢那种灰秃秃的画风 我跟教授有一点争执 因为画画的原因 他嫌我画得太吐气了 用了那么多颜色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喜欢的 为啥不行 他说我做的不够高端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想那我也许可以去一个高端的地方重新看一看 然后就尝试申请了那个佛美佛罗伦萨美院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教授跟我说 你就做自己就好了 表达自己就好 学习得特别开心 你当初这个决定受到家人朋友还有孩子的什么反馈呢 我做决定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讲 我不会考虑别人的意见 因为家里头只有我和小孩 他已经去美国了 我只是考虑要关闭我在西安的画室 这个画室关闭起来有点难 因为我当时有大量的学生 就是一年收入挺高的那种 如果我关闭掉这个出去 可能面临着没饭吃 但我都没想 关了就走了 你那个时候说这个决定 就是你通知别人的时候 你有看到别人的反应吗 就是你的家人朋友同龄人 我同龄人就跟我说 呀 你真是想干啥就干啥 你也不想想后果 我家里人当时觉得我这么大了 如果出去的话 没有收入如何生活 但是我没想 我觉得车到山前必有路 基本我做一件事情不大考虑后果 就是这件事是我想干的 不干的话睡不着 你是一直为自己而活的人 还是说是在你的人生中 有什么事情让你改变了你的想法 然后要为自己而活 可能以前也是付出过 只是觉得我付出了那么长时间 也没有人把它放在心里 或当回事 比如我放弃了工作 回了家庭 别人却觉得 家里的其他人却觉得 你从此没收入了 就变得没有话语权 后来我又重新工作 重新工作以后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是我想做的 这才是重要的 不用考虑别人 你能再讲一下 你说那个时候 你之前付出 然后家里人觉得 你回家庭没有收入 您指的这个家里人 指的是您前夫是吧 对 我小孩的爸爸 我放弃了工作 回去照顾小孩以后 就是伸手问他 要钱的过程可艰难 总是要查 这笔钱用到哪里去了 然后每天都要汇报 感觉特别窒息 再后来就是他觉得 我越来越没用 当然后来也就分开了 我也没有特别要强的性格 只是后来一件事 一件事情感的 就是我考虑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并不考虑我 我就慢慢就不再考虑别人 不过我还是属于那种 虽然不考虑别人 但我做每件事情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那你小孩呢 怎么评价你 或者你的决定 你的人生选择 我小孩其实是我 做这些事情的动力 他说妈妈 我已经长大了 你为什么老围着我转 应该教你自己的朋友 有你自己的生活 他说我大了 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爱好 我们老待在一起 也会有争执 他比较理性 那你怎么评价你作为妈妈呢 你评价一下自己 讲一下你作为母亲的角色 这件事情 其实很难平 我最初回来的时候 我因为不懂得怎么教育孩子 我就把他放在学校里 接回家吃个饭 然后因为我不会煮饭 大多数时间还要他帮我煮 他在学校里小学的时候 学习也不好 老是倒数第一第二的 但是我就不以为意 我也没批评过他 总是带他出去旅游 老是说我不负责任 后来因为一直被同学评价 说是不能跟同学一起玩 会带坏别人 然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就陪他一起开始学习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初二了 我们一起学英语 一起做一些科学小实验 一起把数学整理一下 我们用了一个学期 也就在班级 就已经冲到前面去了 后来我就说 那既然我们并不是很笨的学生 那我妈妈说 可以送你到国外去念书 问他愿不愿意 他似乎也没有排斥 我们一起去菲律宾去英语 学完以后 他觉得很自信 他考得很好 我也觉得我很自信 我也考得很好 然后我们就一起申请国外的大学 就顺理成章的事情 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和挣扎 然后他上了大学的时候 就去北美了 我没去 因为花钱太多了 北美 他现在在旧金山 我就选择了欧洲 欧洲不要学费 然后我说我要去跟大芬奇做校友 其实这件事情里面很大程度是考虑经济原因 就是意大利的学校它真的不要学费 我只是把自己的日常照顾好就可以 学校也会给你发免费的饭 但是我去了以后 当然又开始做别的事情 因为我是成年人 我开始做生意什么的很简单 现在过得也很好 你之前学的桥梁你喜欢吗 你就是最早的时候学习的 不喜欢 完全不喜欢 是因为我在高中读的理科 我申请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在草原上 在我周围没有人读过大学 我完全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填高好志愿的时候 就随便地选了一个 完全不懂 那你之后找到了画画这个方向 最后开始画画的时候 就疯狂地爱上 疯狂地爱上 我可以什么都不做 只画画 不吃饭不睡觉 它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生活 然后从开始画画以后 这十年来 十几年来 我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心意 从未改变过 老师说你的基础功夫不太好 是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打基础功的时候 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 我学画画的时候最早 最早学的是中国画 中国画不需要画素描 不需要造型 所以我就没有油画的基本功 就是我要打线条 我要构图 我要把这个东西做成 有透视关系的 因为中国画不要求 只需要会画个山 会画个树 就把一张画画完了 觉得中国画也是因为喜欢 不是说是我要以后 我要用这一行 我要来赚钱 要养家 没有没有 因为我当年的家比较富裕 完全是因为单纯的喜欢 我喜欢看这件事就觉得 我画画八个小时 时间过得好快 我画完一张画 我可以在那里再看上两个小时 我会很开心 你是在意大利待了四年是吧 这四年你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然后你有什么改变吗 和之前 改变了特别多 留学生的阶级落差 从一个小复合 直接变成homeless 为了订画框 我翻过整条街的垃圾桶 因为买一个大画框 要几十欧元到一百欧元 可是我一周要画三四张 我没办法 我不去买新的 我就从国内去一些油画布 然后自己去垃圾桶里 剪两条自己订 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就是我画画 我以前就是画个花花草草迎合别人 然后在佛美的两年 快三年了 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表达我自己 我不迎合别人 我想表达自己的情绪 别人说你画的可能就是一个鬼 没事 因为我的梦就是这样子 真的不再考虑别人说哪里生活更好 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是我想生活的 我就选择这个地方 我有时候会做一些小事 比如把一张画卖了 我就在孩子的街上 把这笔钱给那些流浪的孩子分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富裕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意外之材 这些加沙过来的孩子 我有能力帮他们一把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 我朋友都劝阻说他们都很懒 但是我就觉得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有多懒 你要是不想帮你就不帮 我想帮的时候就不要指责我 我现在在埃及开学校也是这个目的 就是我会有中国学生过去培训我赚到钱 但我同时在那边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给当地的小孩免费教学 然后给他提供食物 你怎么在埃及呢 我能问一下 你是佛美是毕业了 还是说是埃及时自由 没毕业 我过去捋了九次游 满大街的小朋友在讨饭 我作为妈妈我受不了 所以我就筹划这件事情 但现在它已经成型了 马上就可以运营了 是你在那边看到了很多袈裟的难民小朋友 是吗 对 还有本地的一些 真的很可怜 然后本地人就把他们赶走 说他们是一些懒孩子 但是我作为妈妈觉得五六岁的孩子谈不上懒 你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是吧 单亲妈妈就是在你孩子小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更难一些我会觉得 对吧 然后你说老师那时候也有说你不负责任 那个时候有多难 老师跟我说要去给孩子测智商 他话里话外就是这孩子智商有问题 当时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单纯是因为我们不喜欢 每天做那么多作业 还要去上补习班 我不想让他做 我就觉得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童年 我不想让他去补习班 这一点我很坚定 所以就一直在班级的倒数第一 倒数第二去这个位置 去游荡 老师受不了 因为影响他的教学成绩 然后就找我去学校谈话 我就给老师道歉 道完歉回家也不改 我觉得我儿子开心才重要 你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是吧 就是开心最重要 对 我的生活的要求就是开心 我没有妨碍别人 别人我觉得就不能指责我的生活 对我的生活指指点点 当然你指点了我也不听 我能问一下你怎么看待 就是多大年纪就要做 多大年纪该做的事这句话吗 某夜 我觉得我还小 我妈说我这么大了还很幼稚 但是我一直就在这个状态 就很幼稚 做事情只分自己喜不喜欢 还有如果我没打扰到别人 别人指点我我绝对不听的 出国留学期间的时候 就是最印象深的旅行经历 你有讲一些细节吗 我因为我生在内蒙古的大草原上 我知道上大学的那天才见过火车 所以你就知道我有多土 所以我就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我在意大利 因为我在意大利觉得饮食很贵 我就在自己的房子里 给自己做了一些烤肉 装了一个塑料的盒子里 放在背包里 我去参观那个埃夫尔铁塔的时候 它下面有条河 我就蹲在河边 一边感叹 哎呀我终于来了 我小时候在课本上看见的地方 然后我蹲在这个铁塔下面 吃着烤肉 看着我在书本上看的 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一个风景 当时我心里面有无数感慨 但是我无法形容 就是整个心里面一直在亢奋的状态 我一直回来都感觉我在做梦 但是我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了我想去的地方 当年因为家庭分争 我放下了银行卡 放下了车钥匙 离开我们的大房子很大 事务分完都走了 然后后来一点一点的工作又重新积累 然后学习 我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自己做的 没有人帮我 你之前在国内的生活 还有就是出国之后的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吗 就我留学的两三年前 生活落差很大 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虽然车算不上豪车 但是绝对是啥都有 想买啥买啥 就是包括奢侈品的包包 我看上了 我就都买回家 但是我去留学以后 我因为关掉了自己的工作室 除了一点积蓄以外 几乎啥都没有 我每天的自己做饭 可是我是一个只会煮鸡蛋的人 我得学着做饭 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的室友嘛 大家合作的 他们不让我去厨房 说我会把厨房烧了 我每次做饭都引发 一些消防警报之类的东西过来 我实在不会煮 都要么弄糊了 要么把里面的一些设施弄坏了 那个过程很艰难 但是好处就是我的同学 觉得我实在是做不了饭 他们每次做饭都帮我带一份 他们真的帮了我很多 我当时意大利语也不好 课堂一听不懂 他们会帮我把作业条写好 告诉我几点到几点去哪里上课 回家也有同学会给我带出来一份饭 你有几个室友他们都是哪些国家的人 他们都多大呢 我是有日本的 俄罗斯的 意大利的 但中国的居多 都是二十出头 和我的年纪悬殊特别大 但是他们都很照顾我 这一点我可开心 到现在我也有超多的好朋友在那里 他们都很小 但是我们在一起旅行 一起上课 一起出去玩 没有任何觉得不妥的地方 就是很快活 他们有说过 你怎么你这个年龄为什么会来呢 他们特别尊重我 没有人问 甚至他们都不问我的年纪 真的 那种尊重可能是我以前 在国内没想过的 他们可尊重我的私事 不过问 那你在国内的时候呢 就是你怎么看待年龄这个事情 然后在国内和在国外 你对这个不同的感受是什么 啊 在国内 别人老问我 呀 你都这个岁数了 你是不是得考虑养老了 你是不是应该成个家 将来好有个伴 但是我出去再也没有人遇到这些问题 大家都是觉得那是你的私生活 我不会问 现在很多可能 很多年轻人留学 可能是有一种功利心 就是我们以后我要去度个金 然后以后找工作 以后挣更多的钱 那想请问一下你 那个时候的心态 就是我要去留学 是想丰富人生 还是说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没有出去 你觉得有点遗憾 是什么原因 我最大的出发点 就是像我跟你说的 我想去佛美 我想看到别人怎么画画 我想 因为毕竟佛美在世界上 还比较高 我就想知道高端学服 是咋画画的 我对画画有一种狂热 实话 还有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在这一个地方待着 我有时候会心里抑郁 当然我做了这个决定 我就觉得我还有奋斗的目标 然后每天很充实 但是我绝对没想将来怎么样 因为我这个年纪 不用考虑将来 其实现在你这个状态 是更自由的状态 是吗 就是没有说像年轻时候 有家庭小孩子前半 现在是更自由 对没有前半 没有束缚 也不用考虑将来 我要去给谁打工 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的老板 那我能问一下 你对意大利的感受吗 意大利怎么样的国家 我对意大利的感觉 就是这个城市好沧桑 看起来很旧 但是又贵族气质族 无法形容的理解 但是我可爱它的氛围 那种石板路 所有的房子也都是石头的 应该是有一千多年 在那里我就感觉 这是我英领的家 我实际上也是这么想的 当然这个话在国内 如果说大家会说宠阳眉外 但是我的感觉更多 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说的 那是我喜欢的氛围 我没有跟中国比较 就是说经济其他的 单纯从艺术角度 来评价这个事 它是我心里面的家 我去了以后就觉得 这是我要来的地方 你有被意大利男人追求过吗 因为那边很浪漫 就说 对 他们就是你在街上走着 就几乎走一百米 就会遇到人给你打招呼 要电话 更新话每天 最离谱的是 我们教授他有段时间 老拿着花在我教室门口等着 但是因为我不大喜欢他 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我可能还是喜欢跟小孩子们待在一起 我不大喜欢老教授的那种样子 事情就是意大利男孩真好看 我们班同学一个比一个好看 但是我的年纪 我有好多时间只考虑就是普通同学的关系就好 那种拿着花等你的感觉 这样子我会因为一棵树失去一片森林 我还是跟班上同学快快活活的每天学习 偶尔出去聚个会就行 有没有提高你的自信 是不是觉得在国内的时候 我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 当时我在国内老是被人批评 你哪这么黑 你去做做美容 你看你的脸都像啥了 但在那里大家觉得我好好看呀 也许他们是工尾 但是后来到要电话来追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可能不是工尾 他们的审美能接受 就感觉又回到了高中 但我高中也没人追 大学也没人追 就是我从未经历过这件事情 有点为难了 因为一个两个好办 就是每天都要面临这些事情 到后面真的有点为难了 后来就尽量避免这些事情 走路不抬头 你不看它就会避免掉 屏蔽掉 屏蔽掉 说实话会增加你的自信 那之后你会 既然意大利你觉得是你心灵的家 你会在那边再待几年吗还是 会一半一半 我在那边 今年转成工作签证了 虽然我没有毕业 但是因为他们允许 就是你随时回去上学 我就可以在那里工作一半 然后中国三个月 埃及三个月 为什么那个时候选择会是埃及呢 就是好多国家我都待过 我感觉这片土地有魔力 我看见萨哈拉沙漠的时候 我跟司机说 我开了一个车 我跟司机说 我们今天晚上不回家 我要留在沙漠里看星星 我就在那 萨哈拉沙漠里 待了有五六天吧 不洗脸 不梳头发 就睡在帐篷里 就为了看星星 看落日 当然去红海的时候 我都在岸边看鱼 因为他们的鱼群就在岸边游着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想留下来生活 我去了九次 第九次的时候 我就一定要留下来生活 你会用你的精力去鼓励 其他你的同龄人 你的朋友 就是你们也出去看看 就是不要忙在家里 会这样吗 还是说 你不太会去参与到别人的决定 我不参与别人的生活 我在朋友圈里 放上我自己的旅行照片 就是微信朋友圈 然后他们就说 你的生活是我的梦 这句话我听了有一万多遍了 然后我现在已经免疫了 其实我自己 也会有一地鸡毛的时候 但总的来说 我的生活是我爱的氛围 我去的都是我爱的地方 我也有能力负担自己的生活 感觉一切都好 谢谢你 真的很酷 谢谢你 最初的一个人